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终于进入到这个排列组合的正式课程 先来看这个问题 有ABCDFGHI9颗球 放入1,2,3,4,5,6,7,8,9,9个洞 共有几种方法 你可以开始想 我们在加法原理,乘法原理那边不是就带了一题说 三个人不要点到一样的餐点 所以你看 我A如果放进一个洞之后怎么样呢 B就会少一个选择 比如说A角选3的时候 那B就剩8个选择 那B再选一个,选7 那轮到C的话只剩7个选择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A有9种选择 B有8种选择 7,6,4,3,2,1 A,B,C,D,E,FGHI 答案就是这样子,全部逞强 那为了我们以后再讨论它的时候方便性 我们会把1乘到9称为9阶 9阶算起来大约是362 不是大约就是362 880 36万多种 那就像我们在上一行课讲的呢 就是说我们除了要知道说怎么算是对的之外 我们最好也知道一下怎么算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如果有学生答案是打9乘以9的话 那为什么不对 你不是9个9吗 你不是9号动吗 乘法原理啊 乘起来啊 那首先呢 我们有两种角度可以说 第一种就是说 9乘以9的话 是什么样的情境会写出9乘以9 你们如果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讲 乘以9不是9颗球就乘以9 9个洞就乘以9 而是怎么样 9个之中挑一个的 9个之中挑一个的才会乘以9 其实答案是9乘以9的话 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会变成什么呢 它会变成说 9颗球9个洞 你挑一颗球放进一个洞 没了 对不对 你只放了一颗吧 那也会有人答这个 9乘9乘9乘9 9的9次 ABCDFGHI都有9个选择啊 他们这9颗球 1到9的洞 他们都可以放嘛 可是呢 它其实如果你去画那个树状图 A有9种选择的时候 其实每一支分支 B只剩下8种选择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选A B其实是B到I 我这个如果选I B其实是A到G B到H 其实因为B不能选A的嘛 你整个看起来 B在这里面 因为你总共有9条分支 里面各分条 各分8个 有72条 对不对 你整个看起来的确是有A B的确是ABCDFGHI都有可以选 可是它其实并不是用9乘9得到的 它其实是9乘8 可以吗 还有一种答案 还有一种学生他会回答 9乘9 乘8乘8 乘7乘7 乘6乘6 乘5乘5 乘4乘4 乘3 乘2 乘2 乘1 乘6 也就是他答案会刚好变成我们这个9阶的两次 那 这样为什么错 首先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样打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深层的 比较 需要花力气讲解的错误方式 会这样子写算式的学生呢 他会是9颗球里面挑一颗 然后9个洞里面挑一个放进去 然后9颗球里面 现在你挑了一颗了对不对 你就少一颗可以挑了 再挑一颗 然后剩下8个洞里面 再挑一个洞 再放进去 所以就变成9乘9乘8乘8乘7乘7乘6乘6 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是错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答案才会是9乘9乘8乘8乘7乘7乘6乘6 这样子呢 就是他暗示设定的顺序有差 举例来说我们把那个范围说到很小 剩下两颗球两个位置 如果说有AB两颗球 一二两个洞 有几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就是一号给A 二号给B 还有一种是 这个一号给B 二号给A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样是两种对不对 那这个两种是2乘1 可是如果你心里想的是 我先挑一号洞给A 再挑二号洞给B 这是一种对不对 和怎么样 和我先挑二号洞给A 再挑A嘛对不对 然后拿这个一号洞给B 或者我挑了一号洞给B 二号洞给A 我拿一号洞给A 先拿二号洞给B 再拿一号洞给A 你这样数起来就会变成什么 二乘二乘一乘 就会是四种 那这个错在哪里呢 这个就错在 其实一给A 二给B 这是一样的啊 对不对 他们都是一给二给B嘛 那问题不是说他错而已 而是说为什么会想成这样子 就是你默默的觉得 我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有差 可是其实题目没有那个意思 题目没有要你去区分说 一样都是一号放进A二号放进B 他们要你区分说 我是先一号放进A 再二号放进B 还是先二号放进B 再一号放进B 他们要区分这个 他就要讲说最后配对的结果是什么 九颗球排一列有几种排法 对应上你排成一列的时候 然后其实就是有最左边第一个 最左边第二个 最左边第三 最左边第四 五六七八九 也就是说在这一题 其实就是要教你们这件事情啊 排成一列 就是E顺序编号嘛 所以他的答案依然是九阶 A到I九颗球 我们要把球选出来放入1到6号洞中 每个洞各放一个有几种方法 那在这里最好是补充一下 所以有的球会没有放进洞里 因为六个洞有九颗球 所以有三颗球会没有放进洞里 这样有几种挑法 那一般来说这一题呢 我都会连下一题 我们连下一题一起看 两题都做完了再来检讨 现在是有A到F六颗球放入1到9号洞 每洞各放一个有几种方法 这两题 你可以想一想他们的答案会不会一样 如果我们这么讲 A到A九颗球放入1到6号洞中 说第一个洞有几颗球可以选 九颗 第二个洞有几颗球可以选 那第一个洞选完了 第二个洞那个不能选嘛 那你会得到的答案是 9乘8乘7乘6乘5乘4 123456 123456 对不对 选到第六个洞有四个选择选完就没了 那但是呢 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第一颗球有几个洞可以选 今天我们不管答案是什么 也不管学生有没有答对 我都会问他们 两种想法都想 第一颗球有几个洞可以选 那学生说 123456 6个洞 4 3 2 1 对不对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那这两题啊 这两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哪一个算法才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两题的答案到底会是不一样吗 他们会是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吗 还是他两题都是一样的 那到底是哪一个 公布答案 答案是上面这个 这才是对的 而且这两题的答案都是987654 那为什么是对的 我们刚刚这样已经解释过了 其实听起来都蛮合理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为什么是错的 他会让我们对的更踏实 我如果问你 第一颗球有几个位置可以挑 那学生答6个 我就会说 1或3456 对不对 我说难道他不能不放吗 因为如果你说 第一个球有6个位置可以挑 第6个剩5个 第3个剩4个 3个 2个 这样子等于是一定是ABCDF放进去 那我们不能够放G吗 不能放H吗 A不能不放吗 那如果A可以不放的话 所以A有几种选择 答案如果是7的话 那这有一个问题 A是7种选择 A选完了 那B呢 剩6种吗 那A不放 B不能也不放吗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想才好呢 如果下一次再遇到这个问题 我问你A有几种选择 请告诉我9种 想说哪有 所以我们要为这里 产生不放进去1号 2号跟3号三个位置 我们假设 你的球呢 除了可以放在6个洞之外 在盒子里 我还有三个盒子 红盒 绿盒 蓝盒 这样子 三个盒子 准备好了 要给那些没放进洞里的球 放掉这三个盒子 可以吗 所以就是9个不同东西 跟9个不同东西的1对1配对 那这是我们去思考 这类问题的时候的 一个关键的环节 就是说确认它是1对1配对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从这题开始教 我们后面的题目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基础 我以后遇到问题 我只要能够把它 从几个跟几个 一样数目的不同的东西 1对1配对就是几节 你假如6个不同东西 6个不同东西 1对1配对就是6节 那我现在呢 透过调整题目呢 它现在变成是9个不同东西 跟9个不同东西 1对1配对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我现在真的有 三个不同的盒子 在负责装这个没放进洞的球的话 那它的答案会是9节 可是实际上 有没有这三个盒子 没有啊 题目没有讲哪有 没有啊 也就是说 我原本以为有 所以我原本算出来9节了吧 结果有人跑过来托我一盆冷水说 没有啊 哪有那三种盒子 那怎么办 也就是说 ABCDEFGHI 假如说这就是其中一种 这个36万多种里面的一种 可以吗 我本来以为它会跟ABCDEFGH 是不一样的 两种 它们两个是各自都是36万多种的一种 现在有人来跟我说 没有啊 没有什么合渣 所以ABCDEFGHI跟GH 是同一种 没有不同啊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 A在1 B在2 4在3 D在4 D在5 F在6 就这样 没放进来的不理它 那怎么办 所以说 光是这个GHI对调 就会有出现 三个不同东西跟三个不同东西配对 是三节 也就是6种 哪6种 我们来列一下 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6种 GHI GIH HGI HIG IHG 和IGH 可以吗 那我也会要学生连这个都写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会怀疑 你有的时候你会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数清 数干净 所以多做几次这种条列 把这个6种打开来 把三阶等于6打开来 原本我以为它是这6种是不一样的 是362880种里面的不同的6种 然后有人来教我一盆冷水说 没有啦这6种哪有差 那所以我要怎么办 减6吗 我是减6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这6种不要算 而且也不是只有这6种不要算 而是怎么样 其实我前面只要固定了 比如说我可能 我有某一种是这个BFGCE D D A I H 以及什么 A H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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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这是362,880种里面的六种 现在跟你说 没有三个盒子 那没有三个盒子 这不是六种都不要 而是怎么样 他们六个没分别 要被视为一种 所以这个362,880种里面 因为后三个没有分别 所以 每三接种 视为一种 每三接种视为一种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 就是说 如果每六种只当一种 每六种只当一种 每六种只当一种 你到底有几个六种 G6 所以是9接除以3接 这样可以吗 就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刚才的另外一个 说 A到F6颗球放入1到9号洞种 所以现在球只有6个 可是洞有9个 如果你从 球的角度来看 你说第一颗球有9种 第二颗球有8种 第三颗球有7种 第四颗球有6种 5 4 OK 987 6 5 4 那答案是对的啦 但是呢 如果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说 那第一个洞有几种东西可以摆进去 要注意 不是6种 而是9种 我们也是一样先想象 其实我有 你如果没有球的位置 我可以放什么 保力龙 我可以放什么 泡泡棉 泡泡棉 还有泡泡子 按了泡泡棉 对不对 所以是9个不同东西 跟9个不同东西 1对1配对 配对完9阶之后才跟你讲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准备那个什么泡泡子跟泡棉 都没有 就是空的就空的 所以导致怎么样 哪一些洞空着 这个顺序对调上没有差别 所以除掉3阶 这样想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让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需要去锁定说 谁放进谁里面 谁对谁去挑谁 所以这里写一个 谁挑谁不是重点 不是说 球要挑洞还是洞要挑球 也不是说大的去挑小的 小的挑大的 我觉得这样想都不好 那其实小的挑大的 那个挑小的 那个只是中文字上 或者说故事上 它不含数学逻辑的差异 它的数学逻辑其实是没有差的 谁挑谁 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如果有机会挑到说 你这样子只有6个有空的 你自己要了解到 它相当的意涵 等于是 我们先把空的当有东西 有不一样的东西 是9阶之后 才跟你说它其实没差别除掉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是9阶除3阶 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后面会有其他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掌握这个技巧 就是我先把它当不同的 再把它其实对比较没有擦除掉 可以让我们去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来看这个 A到I9颗球放入无差别9个洞 每洞各放一起有几种方法 所以是9个无差别的洞 就是我随便准备了9个一模一样的红色塑胶袋 红白相间的塑胶袋 就把球丢进去一个袋子丢一颗 那有几种方法 我先假设它们都是不同的袋子 这样配对起来是9阶 然后跟你说这9个袋子没有差别 把9阶除掉 所以就是一个袋子一头球 A到I9颗球取6颗排一列 有几种排法 排一列怎么样 E顺序编号 所以是ABCDEFGHI 配对给最左边1号2号3号4号5号跟6号 那这样应该就看得出来了 其实它的答案就是 原本你以为没排到的三个空位有差 后来跟你讲空位就是 没有那个空位 没排到就是没排到 没有差除掉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我们会用9颗球取6颗出来排一列 会有几种排法 来去描述这样的情境 所对应到的算式 我们用P9取6这个符号 来去形容它 这就是所谓的排列的符号 也就是说我们在学排列组合的时候 不要说赶快学P怎么算 学C怎么算 然后看立体 而是说我们要先了解到 一对一配对的关系 什么情况下要除掉 你了解到为什么9颗球取6颗排列算出来是这个答案 是这个答案 是9乘8乘7乘6乘5乘4之后 你才知道说我们都简称它为P9取6 这样你的这个P9取6就有意义了 而不是说我跟你讲P就是怎么算 什么除掉什么 这样子 那我们先上到这里 我们的排列组合入门会有14道题目 那一开始当然都会讲的比较仔细啦 那下一堂课会接着把它上完 我们先上到这里